半桶水忍者假扮厨师做铁板烧,结果一行二用把客人的丝巾当菜炒。 忍者国上有着这样一个传说,如果有个外国小孩到他们那个地方,就会变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忍者。 不出意料,忍者国的师父在海上看到了一个漂流箱,待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的主角哈鲁。 师父收养了他并教他忍术,而期间在他的学习下,师兄们不仅要练木棍,还要练铁头弓,人家练铁砂掌,他练烧烤技术,而师父还教了他一门独门技术,叫灵魂出窍。 不管身在何方,只要使用这一招,就能和彼此沟通,但哈鲁使用不当,经常闹出乌龙来。 毕业礼上,师父一个个颁发奖牌,只有哈鲁没有。 晚上,新上任的忍者要外出去参加课题,师父就把哈鲁留在道馆让他看馆,满心羡慕的他只能送走了师兄弟们,等到道馆只有他一人时,他就拿出所有看家武器,但不是把衣服撑破,就是把自己搞得一身伤。 而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时,门外的沙利看到了这一幕,他被哈鲁惊人的破坏力震惊了,于是开门见山直说自己要找个会隐身的人者,帮他调查他男友马丁,还说他明天在海港约人见面,想知道谈话的内容是什么。 而接受任务的哈鲁,第二天就独自前往海港调查,等他划着小劈艇到马丁所在的地方时,就听到了他原来在背地里做假钞生意,还没来得及打探到更多消息,就见马丁开枪干掉了和他交易的那个人,尸体也掉在了哈鲁的小劈艇上。 于是他赶紧离开,回去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师父,师父劝他不要参与这件事情,但他想用这件事来证明自己的能力,于是和师兄弟们一一道别。 离开时师父还送给他一袋金币,但道路坎坷,师父就派出大师兄偷跟着他,保护他的安全。 而哈鲁一出门就是各种不顺利,上机前的安全检查,租车的安全带事件,到酒店住宿时还因为穿的落魄被荡成乞丐,差点被赶走。 幸好金币帮身,接待人一见到金币,表情瞬间就变了,还让小黑负责带他。 小黑听说他是忍者,可把自己激动坏了,因为他是忍者的忠实粉丝,之后对哈鲁的话唯命是从。 而哈鲁想继续调查马丁的事,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,于是灵魂出窍,找师父帮忙。 师父说像他这样有名的人,电话簿上会留下他的住址和电话。 果然,哈鲁顺着线索找到了马丁的家,一进去就被狗追,当然这也少不了大师兄的暗中帮助。 下面人多事众,哈鲁就选择爬窗,勾住大师兄的脚后,就飘到了二楼,看见了出现在那里的沙利。 为了稳住哈鲁,沙利只能把自己的真正目的告诉他,说自己的姐姐之前帮马丁工作,但三个月前突然死亡,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,才骗哈鲁过来帮他。 随后哈鲁也在马丁的行程本上,知道了他晚上何人在餐厅有约,于是他假扮厨师出现在那儿,一心二用。 产生的结果就是,他做的铁板乱七八糟,无意间还把别人的丝巾当菜炒。 得知他们要为印假钞而去找墨水专家之后,两人第二天二话不说,见到人先是全都伺候。 然后哈鲁假扮专家,被蒙上眼睛后就被带到了他们的工厂,想趁机拿走假钞钢板,但还没有走出那个门,身上的钢板就掉了下来。 哈鲁一看漏馅了,拔腿就跑,但不小心掉到了传送带上,被包装后就成为了瓮中之鳖。 暗中跟随的沙利就找机会救出了哈鲁,但自己反被抓走。 哈鲁在找师父求救时,师父给的鼓励也让他有了莫大的信心。 灵魂回去后,因为剧情发展,床上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切,然后哈鲁带上自己的小弟去救沙利,但蒙眼找路赶时,自己的一通瞎指挥,他们就去了跑马场,洗车场,然后回到了原地。 大师兄不知道他们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到,于是亲自带着他们过去。 到达目的地后,哈鲁爬到树上,利用自己的体重飞了过去,但一进去就和马丁他们面对面碰上。 等到哈鲁路可逃了,大师兄才帅气登场,知道自己帮了盗忙后,就独自去找沙利。 而他所在的房间布置了一个炸弹,哈鲁表示不慌,这个他搞得定,但一出手,时间就减少了五秒钟。 另一边的大师兄寡不敌众,很快就处于下风,哈鲁一看时间还来得及,打算先去救师兄。 跳下来的那瞬间仿佛人者上身,把他们一个个打得落花流水。 反叛者事也出现了,拿着热武器上来就是一通扫射。 但哈鲁也不虚啊,从腰间掏出两把长刀,劈里啪啦切开了子弹。 而此时,炸弹只剩下40秒,没办法,哈鲁只能先去救人,把身后的大枪发射出去,恰巧打在了开车逃跑的马丁车上。 他一开车,大枪的装置就跟着动了起来,顺便带走了房间的炸弹,结果砰的一声,巨大的爆炸声响起。 在故事的最后,哈鲁带着沙利出去闯荡世界,临别之际还送给了大师兄一份难忘的礼物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,彼佛猎武士,我们下次再见。